她们是一群名副其实的广场舞女神 退休之前呢 做艺术指导 好意识的 横叉啊 什么踢腿啊 这个我们都可以做 哇 天成啊 合着你五十那会儿 也就随便一匹就下来 对 哇 那就没得了了 看着这样青春洋溢的舞蹈 你是否会感叹时间都去哪呢 比如上原来是三十多岁 现在我还是三十多岁 这简直春王 怎么改变人生啊 想要年轻就一起来跟我跳广场舞吧 再不行动起来 我们就真的老了 三 二 一 敬请期待本期故事上 广场舞女神的华丽蜕变 我带你一起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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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折磨你的梦想 我带你一起飞 我带你一起飞 去折磨你的梦想 有志愿的梦想 我带你一起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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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手笑一笑 感觉随时可以临门一跤 受伤寒水泪水一路的狂飙 我们却已选择统统忘掉 终点在前方 没有人走掉 我们决定一起坚持到老 啊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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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跑跑 小云周在解死地里的燃烧 偶偶一切烦恼都忘掉 兄弟跟我一起跑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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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跑跑 让全世界都听到我们的心跳 偶偶因为自己最重要 我们一起大声 跟尖叫 跑跑跑 跑跑 谢谢 谢谢各位 跳得真好 谢谢 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 各位好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一期的购时尚 我是高博 我是王小千 欢迎大家的光临 欢迎大家 当然更要感谢刚才在给我们精彩 这个广场舞的开场 我们各位大姐们 同样还是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本场的三位专家团的朋友 我们有请的是柏晨刚 欢迎 柏老师 马瑞 黄旭 欢迎 好 欢迎三位 每次的老规矩了 又是一个制作周期 提前代表制作团队 跟三位倒辛苦了 谢谢你们的参与 现在就可以讲讲我们的主题了 那今天的开场有歌舞 又不是开玩笑的 我们本场的主题呢 就是广场舞女神 不一样的是 女神这两个字 级别哦 对呀 不是一般人提到广场舞 都是各种神曲啊 大爷大妈 对呀 我们这个特制的啊 本场呢 有几位选手 有三位广场舞女神 今天光临到构时上 是啊 这个级别 可能问题又来了 这个女神还需要更大的转变的空间吗 女神也有困惑呀 如何成为完美的女神 是啊 是吧 这个级别需要提的更高一点 有一些小困惑 希望我们的三位专家团的成员呢 能够给出非常精准准确的提点 是了是了 就这个维度而言 三位任重道远了 来吧 看看我们的主角大屏幕 三位选手的图片 王杰丽大姐 宋盛亭大姐 张小农大姐 哇 这照片都显得非常非常的年轻 没错 而且散发的气质很优雅 是 怪不得是女神范儿了 来 通过一个短片 走进我们姐姐的世界 她们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 一群快乐的广场舞大妈 更是一群名副其实的广场舞女神 她叫王杰丽 今年59岁 但是不老的容颜 加上优雅的姿态 绝对不愧于广场舞女神的称号 我从事舞蹈已经是一辈子了 喜欢舞蹈 舞蹈给我带来动力和快乐 她叫宋盛平 今年58岁 在她的脸上 你几乎看不到一点岁月的痕迹 只有洋溢着幸福和喜悦的笑容 从小就喜爱舞蹈 没想到老了以后 实现了自己的舞蹈梦想 自从开始跳舞呢 我又觉得我找回了我自己的青春 她叫张晓农 今年50岁 看着这样青春洋溢的舞蹈 你是否会感叹 时间都去哪呢 能够跟老姐妹在一起跳舞 真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 想要年轻就一起来跟我跳广场舞吧 再不行动起来 我们就真的老了 这样一群快乐的广场舞女神 为什么会来到够时尚呢 当然是为了时尚 欢迎三位选手 来 千儿 什么感觉 以前都是说 通常啊 你们别介意 通常都会说广场舞大妈 是吧 但真的不是 今天的主题叫什么 广场舞女神 哇 神级的 欢迎三位姐姐的到来 三位女神 是 美人来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我的名字叫王杰丽 来自东城区第一文化馆 今年59岁 哇 哦 59岁 大家好 我叫宋圣平 今年58岁 来自东城第一文化馆 哇 也不像 太不像了 大家好 我叫张晓农 也是来自东城区第一文化馆 我今年50岁 啊 他们是怎么保持那么年轻的呢 关键还有身材呢 所以这就一会儿要聊的是 对啊 我们是一个舞蹈队的 实际上 对 相当厉害 我们讲 上过春晚 这个三位女神呢 都有自己擅长的舞种 好吧 我们好不好 在这个生日舞聊天之前呢 先让各位展示一下 自己最擅长的舞蹈 好不好啊 来来 您先来 您先来啊 这就是我心里的梦 我留不住所有的岁月 岁月全留住我 不曾为我停留的芬芳 却是我的春天 多少人曾爱你青春经历的时辰 爱慕你青春天 爱你青春天 爱你青春天 好 好 太棒了 哇 这功夫太厉害了 竟然还能匹大叉了 千尔 你那个功夫用的特别好 这个非一日之功的 对啊 那您讲讲您的经历 天哪 尝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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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强人说了 刚跳完直接跟他讲 真的很美啊 看来真的是 有 不是 我觉得他不是说 比如说自己离退休之后呢 呃 去广场上看到别人跳舞 就跟着加入了 应该不是 他应该是之前就有功夫的 对 是了 我退休之前呢 在大连铁路文化工做艺术指导 一指的 凯文人家以前一直无指的 哎呦 怪不得呢 举手投足就有啊 对 带着呢 有功夫的 那您是多大年纪开始进入文工团的 我是14岁 14岁就可以啊 原来您就是跳舞的 对 一辈子 一辈子 那退休那一下是受不了的 对吧 离开舞台一辈子是这样的 是不是会不会也需要调适这个心态呢 退休之后 是是 对 那从一个艺术指导 然后退下来之后呢 呃 您就进入到就比如说刚刚开始接触广场舞的时候 是不是会有点心理落差 比如以前是舞台现在是广场 你知道这很不一样 规格不一样 对啊 对是有一点不太习惯 呃 也不太喜欢 呃 不太喜欢 为什么会不喜欢呢 因为过去都是跳那个芭蕾舞 还有是民间舞什么的 高大上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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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场舞就是 呃 都有劲儿那种感觉啊 对我吧 就比较就是软 有一点软 嗯 嗯 软是好事 但是广场舞需要有劲儿那感觉啊 也就是您也得从软到硬 到过接受这个节奏 对 您的意思是说 不是你觉得广场舞不行 而是广场舞的东西你有点适应不了 对对对对 看来广场舞门槛还是很高了 看来是一个艺术指导都够不到 他这个水准他这个水准都需要磨合 是 哎呀 能让我们 你我我们老了前景堪忧啊 不是美的 广场舞我我都加入不进去 那个舞蹈队 对 只要一种气氛 对对对 气场的 是不是经常会有人夸您 哟 真年轻不像是您的这个岁数 是不是经常有人这样夸您呢 呃是 是是经常有人发 你看讲到这一段是脸上笑得最开花 对对对对 最开花 现在才真正放松了啊 嗯 不管是任何年龄 只要是女生那听到这样的话 一定心里面有莫大的安慰 这个叫得益于平时的保养吧 用化妆品挺注意的 哎保养 就是保湿嘛 哎 这个年龄一定要注意保湿嘛 嗯 嗯 对 另外将这个这个这个坊间也传闻 比如说就是经常从事这个舞蹈啊 包括跟大家在一起姐妹们啊 这样上一些表演之类的 也会促成让自己心态更年轻 这样看出来也更年轻 这一点有没有 有 哦 讲一讲个人对时尚的看法 不管任何人也不管你舞蹈队 现在纯个人的问题 您对时尚的看法怎么理解 就是有时候嘛哈就觉得自己哈好像还是挺会八配的哈 但是呢还是不够完美就比如说我这个脸型我就不知道我应该是输盘发好啊还是披肩发好啊还是烫了好啊就不知道怎么样适合我 不知道怎么摆能好了就不知道怎么摆能好了哈哈哈就比如说有时候有一个有一个派对 嗯 或者有一个 人还有派对呢 海湾小 当然 哇塞 太潮啊 太潮了 我们都八百多年没参加过派对啊 女神趴嘛 就不知道有时候就不知道怎么搭配好了就把那衣柜这衣服哈全几乎哈都拿好多件哈就少一件就少一件能穿的就少一件 怎么买也是好像是还是圈一件 对 看好多衣服啊也不行也不适合就不知道怎么搭好了就想把自己搞得非常的完美哈哎就不行就不知道怎么搞好了所以说今天哈我就啊就今天就特别荣幸哈想请教一下专家你看我这个脸型适合什么样的盘发呀还是长发 显得比较年轻又富贵又大气 年轻富贵大气 年轻富贵大气 这基本上是他此行来到构式上的几个关键词了啊也就是目标形象 来各位记住什么哪几个词年轻富贵大气 年富贵年富贵年富贵 对对对对对 这个稍后呢我们的专家会送出他们的建议好不好 谢谢谢谢姐姐来我们下一位呃宋大姐啊 啊来这个您首先也把您擅长的舞蹈给我们来一段好不好 几个小节也可以 那就没大现丑啦 哇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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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都是 还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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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签去说不会 你看 你看 这一来就不一样了 哎你从后身看这哪是五十八呀 对 二十八 这还非常好 上过春晚的就不一样啊 八次连排不是闹着玩 好 好 谢谢 谢谢 这边是跳群舞也是零舞的 谢谢 一般都跳的是群舞 啊 这是第一次在这亮相 啊 挺好 挺成功的 挺成功的 不好意思 刚才我说从后身看您可真不是说五十多岁五十八岁 五十八岁 你都二十八 你知道高博就是女生后面的这个曲线 啊 这儿 腰窝 腰窝必须得有 如果这儿平了完蛋了 千儿你这十八 我是八岁 心情大 好 姐姐歇缓歇缓我们也来了 哦 您也会像王姐姐一样有挺长的这个艺术的这个生涯吗 我没有 我是一个普通的一个工薪阶层 哦 就是退了休以后完了从小就喜欢跳舞 哎 退休以后完了就在我们街道附近就有个舞蹈队 啊 是 妈妈妈就一直跳舞一直跳到现在 嗯 那您曾经工作是哪做哪一行呢 啊 我是做就是做水质监测的 水质监测 啊 其实这个挺起来好高大上的啊 没有没有 水质监测 那等于是也是退休了之后 然后可以来完成这个一直以来这个这个这个小小的愿望 梅起来舞起来动起来 对对对对 哦 哎那个辫子很成功千儿你觉得有没有 辫子非常成功 非常成功 没有这小辫头我都脱没了 这这么细 原来是 非常成功 大粗辫子是吗 现在都掉了 本来就跟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似的 是吧 辫子粗又长 是 苏大姐不用担心知道吗 这个到这个年龄多少都会碰到这样的问题 他们完全可以搞定 他们是专业的 对对对对 今天就是带这个问题来了 哎那您学习就是进入舞蹈这样团体有多久呢 嗯 陆陆续续练了多少年 这已经接近八年了吧 哎呦 退休以后就一直就在这玩 八年也八年足以有就是有功夫在身了 八年可以练出点名堂来了 能磨出来了 确实是 但是你看毕竟我们之前不像是王大姐那样有深厚的舞蹈功夫 那个会练起来会很辛苦吧 就我们团队活动的时候 早上起来就是最起码有四十分钟都有基本功训练 机功 基本功 不 这样我以前听这个词也也别扭 后来采访的多了 他们会很专业说我来机功 我都听不懂我因为一道菜呢你知道吗 基本功 那练基本功的时候是不是也需要横叉 对啊像什么横叉啊什么踢腿啊这个我们都可以做 你从五十的时候开始练这种所谓的机功啊 这也很疼的啊 那还能撑开吗 可以 现在可以吗 可以 是一个 是一个 先那个踢个腿 踢皮 安全第一 安全第一 五十岁开始 五十岁开始 双双朋友 赶快洗了 没问题 真的是太好的 视力了 不要说什么要从小不用 五十岁都不晚 没错没错 如果不相信的话 百兄给你打个样子 快了 想踢他一下 男生到五十岁再踢人家更难了 那简直就是要命了 真厉害 用了多长时间你就能够踢大叉了 太好了 这个好像是 这个我还真没怎么练 好像从小就是说 就这个我们王姐说 就是软 完了一踢就放下去了 真是气人答案 这个就没怎么练真的 天生的 合着你五十那会儿也就随便一踢就下去了 对 哇 那就没得了 那个视力作用就没用了 差距 差距 一个直接的问题过去 你会介意别人说你跳广场舞吗 嗯 以前 以前好像会介意 以前好像会介意 就自从参加了春晚以后 觉得 呃 没什么挺好的说 这简直春晚改变人生啊 不可以像 春晚难道是心灵鸡汤加弹精油吗 你以为她是什么 就是上了春晚之后 整个人都不一样了 哎呀 你觉得跳广场舞之后 会让你会更年轻 会有更多人会看到你不一样的精神风暴 他们很羡慕你 称赞你吗 那肯定是 我有时候回家的 在小七五附近 他们总觉得还问我说 大姐你还上班的吗 我说我上什么班 我都退休好些年了 他总觉得说你都退休了 觉得好像就不相信 是因为你太年轻了 他们认为你没有退休 他们觉得好像我就不是 就好像还应该在职工作 现在 一个是年轻 另外一个呢 他有一个那个精气神 勁 他有那个状况 不像是就整个懈怠了 那您对时尚的看法 我对时尚就是说 平时我穿的衣服就是比较素 就是我就说 能不能就是穿着衣服显得就是 就显得自己更大气端庄典雅 答案是我没想到的 就姐姐们跳舞都应该花 就喜欢花一样 您是喜欢素的 我平时的衣服里 我没有那些什么花的什么的 当然就是这个花色的吧 今天就得请问这个专家 就有时候你要搭配不好 就觉得就特别就是怯 怯 大姐就变花大姐 对 这个素球其实也很有代表性 是是是 都希望花起来 都要希望花的不俗 花的有品味 花的真正美丽 好的 谢谢 谢谢宋大姐 嗯 我我我我 我就觉得这个张大姐你好像 在这三位 今天我们来三位当中 好像性格是最外向的一个 会不会 会 真的是 那你早憋不住了 我们前面跟这二位聊的时候 对 月月欲试了 那先还是我们看看身上啊 自己最擅长的舞种 给大家修一下 她们这一群名副其实的广场舞女神 退修之前呢做艺术指导 好艺术的 哇 横叉啊什么踢腿啊 这个我们都可以做 哇哦 天成的 合着你五十那会儿也就随便一披就下来 对 哇 就没得了了 看着这样青春洋溢的舞蹈 你是否会感叹时间都去哪呢 比如上原来是三十多岁 现在我还是三十多岁 这简直春王改变人生啊 想要年轻就一起来跟我跳广场舞吧 再不行动起来 我们就真的老了 三 二 一 敬请期待本期故事上 广场舞女神的华丽蜕变 沿快炳 一个是梦年写吧 一个是梦年写吧 不说悲情人 今生天有夜转开 不说悲情人 我的星星就希望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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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玉姐姐 您调整调整 我们开始聊天了 没事 好强看 她年轻 在这里面她最年轻 她最活力的 那现在退休了吗 退了 那之前的工作 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之前的工作 是搞电脑制作的 电脑高科技 在过去来说是 设计 对 那也与艺术有关呢 就是那个颜色色彩 非常注意那个色彩 还有对那个画面的那个 就像照相嘛 我非常苛刻 就那个布局啊 这就对于我来说是完全陌生和无法触碰的领域 怎么样找到这个队伍的 就退休之后找到这个舞蹈的队伍 其实我起初跳这个舞吧 是源于我妈妈 她吧 因为老人嘛 她想活动一下身体 可是那有点不好意思 所以就拉着我去陪她上 大街上一些就业会那些地方 就陪她去跳舞 就是通过也是 有那个消息嘛 就是我们群艺馆招生嘛 然后呢 去考试 我想看看自己有没有这个能力去考 结果考还就考上了 然后那会儿就是一边工作 一边跳舞 那你喜欢的厉害啊 这跳舞这事 你想她曾经一度她是平行的 跟各位都不一样 对吧 她是一边工作 一边还要再报班去学习舞蹈 这就很喜欢了 对 妈妈领进门 修行在个人呢 我妈妈很喜欢看我跳舞 特别喜欢 她就特别喜欢跳舞 所以那会儿就拉着我 非得让我去陪她 其实我小的时候可笨了 这个跳舞可笨了 就是我印象最深的 就是我跟我姐姐吧 我们俩就差一岁 然后呢 那个托儿所吧 就是让我们这个 这个一共就五个孩子跳舞 就把我给拉上了 可笨 又胖 又笨 就连照个像 就摆个姿势 那会儿新讲舞 就摆个姿势 我顾这儿了吧 嘴不会乐了 可是你要顾那 乐了会乐吧 手也不让打歌了 给老师提坏了 所以我就看 你想一天没我两张 都是我姐的照片 我有时候就在想这个 比如说我老了 谁都会有那一天 现在年轻了就想到 那是跳广场舞 是大爷大妈的事 我就觉得我也许不会 但真保不齐 也许我到了那个年龄 也需要找一种畏惧 或者是找一种 跟大家共同做事的感觉 也许我就去了 也不排除到时候 我们是队友 另外一种形式的合作 一般男士在我们 广场舞的队伍当中 都是溜边看的 不会吧 我们队里没有男生吗 我们这个队没有 你看 有的队伍是有的 就是专业队都不带男的玩 都不带老大爷玩 以前阳个队 大爷负责打鼓 关键是招那个男生 特别不好招 对 少 没事 你带个话 他能不能等 好的 我老了一会 他等三天就来了 走 你这有个好苗子 没问题 那您觉得这个舞蹈 会带给您更多的 这个火力 尤其在退休之后吗 整个生活的杰作 样态都不同了吗 会 来分享一下心得 我觉得吧 这个舞蹈 特别练人的气质 气质 特别练气质 然后呢 那个原来我记得我三十多岁的时候吧 就穿一袋帽 感觉我现在拿出那个过去的相片吧 觉得 哎 像个中年妇女那感觉 啊 就这样 但是我那会已经觉得很 自己很很时尚了一下 但是现在呢 拿出现在的相片 比跟过去比 一下好像一个缩回了身 比如说上原来是三十多岁 现在我还是三十多岁 是是是 就越来越年轻 气质方面又提升啊 对 而且吧 还闹过好多的笑话 随便讲 好多的笑 那个 我有一次吧 就是 就是我的女儿哈 就是那个 会亲家嘛 结婚嘛 会亲家 其实我跟我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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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亲家就见过面了 然后呢 我跟我老公啊 然后见到亲家以后呢 就介绍一下 亲家就给他大哥介绍 说这是 我们孩子的女儿的父亲 这是 女儿的表姐 啊 哎呀 我说大哥 咱都见过面了 我说 我是谁 妈妈 哎呦 不好意思啊 就差倍了 但是心里头 魅力恨吧 对啊 对啊 非常的美 那是最好的一个状态 这是带着女儿出去 别人以为是结了 那您的时尚的观点 是怎样的呢 我的时尚观点就是 只要适合我的 我认为就是最好的 哎呀 我今天真是开眼了 真的 你们在跳舞的时候 我只能说你们的身材非常好 你知道身心离不开 你知道心情好会影响你的身 不是我不是说什么苗条 但是你知道那个身形啊 那个挺直 挺拔 挺拔 那种样子 我觉得那是非常健康的感觉 请问一下你们的先生在哪里 上班呢 上班 嗯 好 都在上班 先生也退休了 都支持你们 很支持 很支持 从上了出来以后就支持了 对 所以 有时候也带着他们吧 他们嘴巴会说我不喜欢不喜欢 但是至少拽着他们一起一块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一个共同的 夫妻的共同的语言 我觉得是蛮好的 那其他我觉得没有什么好建议的 就是有自己的 对 今天陈刚早已经被三位姐姐的这种 我太喜欢他们了 我太喜欢他们了 就是一个正向的一个正面的一个 这个样板 就是有自己的兴趣 嗜好 他们一站上那个台 只要一跳起舞 你看每个样子都变了 无论你年纪多小多大 你都要有自己的爱好 这个部分一定要保持一直到老 我觉得 赞 是啊 所以除了赞美之外 基本上也就 其实还好 除了就是带着先生一块 就这样 那下面的时间呢 就交由几位专家的老师 那小倩辛苦了 好 我本身呢 也是搞艺术行业的 对时尚呢 我自己呢 有一些借解和追求 我平时的时候呢 特别注重自己的穿衣打扮 特别是出门的时候 我更要精心的打扮自己 但是我现在的搭配啊 很混乱 我就不知道 我现在的搭配 是不是时尚的 所以我就想寻找真正的专家来帮助我 帮我找到适合我的 优雅大气的时尚风格 时尚对我来说呢 还真的挺陌生的 退休之前呢 我的这个穿衣打扮呢 主要就是整洁大方 没有特别关注时尚 现在呢 想变得时尚一点 但是呢 不知道从何入手 一般呢 是上网看别人怎么穿 然后学着自己怎么搭配 纯属就是自己瞎琢磨 其实我觉得我自己还是蛮时尚的 我衣服很多 配饰就更多 有各种各样的帽子 眼镜 项链 耳环 我会根据不同的衣服 来搭配不同的配饰 有人说 我这样搭配很时尚 还有人说 我这样搭配太啰嗦 搞得我很困惑 不知道该怎么办 所以 才来到构时尚 想听听专家的意见 那待会我们会给三位呢 做一个具体的形象的打造 那么接下来我们是希望 我们的服装设计师 还有造型师呢 先给一个笼统的概念性的 一种指导 或者是建议 在选择衣服的同时呢 我建议您 像您今天穿的这种V领 您就适合穿V领 还有衣字领 尽量把自己的漂亮的锁骨 和脖子露出来 不要穿高领 因为高领会让人觉得很闷 然后在材质上 我希望您尽量能选一些 比如说像蕾丝 特别女人的材质 然后还有一些纱质的 甚至有一些比较垂的一种 像西装面料一样的 那种面料的材质 您要是觉得穿花 会觉得自己太过过于夸张 或者是怕穿窃了 实际上像千儿姐 今天穿的这种抽象的图案 这就是正面教材 穿的就非常的得体 如果要是您家里头 自己有半裙是花的 上衣穿个单色 哪怕是个白衬衫 对 不要上身花 下身也花 或者是您有一个花裙子 可以提取其中的一个颜色 比如它的花朵有叶 它有红色 蓝色 哪和绿色 你可以提取其中的一个颜色 比如说可以选个绿色的上衣 就像是一套的衣服一样 然后你再配一个 颜色稍微深一点的手包 或者是裸色的鞋子 或者是花的上衣 配一个单色的裙子 这样穿的话 就这种碰撞 就会让人觉得非常和谐 实际上其实姐姐 您的建议 第一种是有曲线型的盘法 第二个对于散下来之后 建议你留一个中长发 它的长度是在哪 比如说在您的耳垂 到你的肩膀 来 中长发 对对对对 这个在它的你看到 这个这样子这样的头发 那会让你整个的脸型 会非常非常的这种 你看也是曲线型 柔和 然后优雅的状态 很符合您的刚才那三个标准 年轻 富贵 和大气的标准 张姐姐 你可以把眼睛摘给我看吗 好 我倒是觉得 它可以对我打造的很酷 因为它其实可以很时尚 很fashion 很酷感的状态在 因为你会发现它整个的 因为它刚才从上台开始 它的活泼 它的个性 它的那种张扬的个性 实际上很符合现在当代 我觉得是90后女生的特性 真的 我从它身上居然能找到90后女生的特性 所以我觉得在它身上是那种很多元的 可以做一些很酷酷的感觉的处理 包括头发 包括整个妆容 可能我在它的 在妆容上面可能有一些很酷的元素 很直线条 或者很 很很很稍微加一点颜色的元素 在它脸上 成现一定会非常好看 哇 那这个我太期待了 太喜欢了 再怎么说 这太棒了 再怎么说 那个从年龄上来说 这离90后还是比较远的 还是有些距离的是吧 差了好几十年呢 对 通常来讲的光束不练甲把式 在节目中间呢 我觉得今天我要挑一位现场打造 那接下来呢 马瑞将会给我们宋姐呢 画半张脸做一个对比 画右半边好吗 对 画右半边 其实呢 针对于现在如何让一个 就是我们熟人女性变得年轻来讲呢 在打造底妆之前是特别重要的 那刚才讲说 皮肤有光泽感 跟皮肤的油腻是完全不一样的 它的皮肤的光点呢 是体现在的 就是我们的中央电视台 CCTV 好 看到 C C TV 只有这个区域 才是有光泽感就OK了 其他的地方千万不要有光泽感 否则会让你的脸部看起来非常油腻 以打圈的方式来上妆 好处是什么呢 第一个 时间快速上妆 第二个 帮助你达到一个快速遮瑕的效果 第三个 它可以修饰你的皮肤的纹路 其实我们在化妆的时候 就根据你的不同的需求 那今天我们要讲减灵妆 对于减灵妆来讲的话 我建议还是用刷子 因为我们需要有一定的遮瑕的效果 让它皮肤看起来是非常干净的 好 这是我们的底妆呢 已经处理完毕了 那你会发现 打完底之后的这边的底妆 是整个比这边要整个的肤色 要提亮很多 是 那第二步呢 我们要做一个动作就是定妆 把三八线的位置呢 着重的压实 所以你会发现 我们现在有一点是什么 CCTV的位置 我们就保留它本身的肌肤的质感 不要过多的定妆 让它有一点油油的这种质感 看起来皮肤会更亮 更有通透感 对 好了 这就是我们先选择了整个定完妆之后呢 我们要想年轻 第一个就是苹果肌 最浅的粉色 从眼皮淡淡的扫过来 然后一直持续到眼睛下方 C 对 C的区域 第二步呢 就是我们把四个颜色混在一起 笑起来之后呢 整个卧蚕的下方 鼓起来的位置 鼓起来的位置 通过打圈圈的方式 让它整个的皮肤有面入桃花的质感 眼睛的部分也是特别重要的 那所以我们先用最亮的浅金色 涂在双眼皮褶住的上方 棕色在于你的睫毛根部 上的部分 睫毛根部来一点 一点点 显得眼睛深邃 对 一点点的颜色在睫毛根部的地方 如果想简铃来讲 眼线是最重要的 是至关重要的一点 先帮它的内眼线做一个基础的打底 就像那粉底一样 尾部才是最重要的 拉起你的上眼皮 在眼尾 大概二分之一的位置 就让把它塑造一个假眼线 然后让它整个的眼线的眼尾呢 有一个迅速上移的一个效果 提上去 对 眉毛越平就显得人越年轻 然后从眉头 慢慢的去把它画成一个平弯眉 我们纯色今天要做一个混搭 我们在涂纯色的时候 轻拍的方式 打个底 打个底 慢慢的 让它变得更雾化就可以了 我们选择一个淡淡的肉粉色 把它完全的自然的颜色 涂在粉色的上面 来再看一下我们的两边脸的差别 宋大姐现在是妆前妆后 右边是妆前 左边是妆后 有很大差别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想请三位我们的广场舞女神 一起到化妆间 都进行一个彻头彻尾的造型和服装的打造 来 有请三位 谢谢 她们这一群名副其实的广场舞女神 退休之前呢 做艺术指导 好艺术的 横刹啊 什么踢腿啊 这个我们都可以做 天生的 合着你五十那会儿 也就随便一披就下来 对 看着这样青春洋溢的舞蹈 你是否会感叹 时间都去哪儿呢 比如上原来是三十多岁 现在我还是三十多岁 这简直春王改变人生啊 想要年轻 就一起来跟我跳广场舞吧 再不行动起来 我们就真的老了 三二一 敬请期待本期故事上 广场舞女神的华丽蜕变 好了 我们的王大姐已经准备好了 女神会进阶层何等更高阶的女神呢 来通过大照片看看过往的景象 王姐呢 她刚才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就是三个字 叫做年富大 年轻 富贵 大气 她希望自己能够有这样的一种精神面貌和气质呈现出来 没错 而且她也算从艺多年了 艺术指导 对对对 有很高的这个艺术的这个修养 那在时尚方面 我想相信她也不是一般的情况就能满足的 是的 本身人家自己就保养的很好 所以就难度很高 是是是 所以我们很期待这个形象 为我们的王大姐倒数五书一起来 五 四 三 二 一 欢迎 掌声欢迎王大姐 好年轻啊 这可不是王大姐啊 这是王小姐 真的就好年轻 真的好年轻啊 有没有偷偷照个镜子或者很期待的样子 我刚才 我刚才照镜子了 哎呀 是吧 那就再照一次吧 照镜子不嫌多呀女神 来 三 二 一 点评一下刚才静中人 这个自己全新的形象 太漂亮了 我自己都不敢相信了 真的不敢相信 他自己太漂亮了 太漂亮了 情不自禁 情不自禁 真是情不自禁 那下面我们掌声热烈一点来完成 T台秀 掌声鼓励 谢谢 哎 thank you 看我 举手投资啊 好有那个风范啊 对 是啦是啦 要跳民族舞那种感觉 感谢我们掌声感谢王大姐 谢谢 谢谢 美丽的王姐 宋大姐 宋大姐已经准备好了全新的形象 来展现的舞台上通过大照片 看看大姐过往的形象 宋大姐呢 我们的造型师马瑞呢 认为他线条啊 他自己的五官的线条比较直 是属于稍微硬朗一点的长相 但是刚才画了半张脸之后 那种柔和的感觉已经出来了 所以我现在特别期待 把整张脸都画完之后 做完头发换了衣服之后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 整体的一个全新的形象 我们倒数五个数 来五四三二一 来吧宋大姐 好心甘啊 哇 跟不同的气息 宋大姐真的 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是天翻地覆了 你画了这样的妆 穿了这样的衣服 做了这样的发型 我几乎认不出来 在你们小事牛刀 在台上这个演练的时候 宋大姐曾经说过 我在这个年龄段的同龄人当中 我是非常有自信 我刚才还没走T台呢 上台那几步 我自信满满的 现在带着自信大姐 我们来照镜子 你会紧张吗 有点紧张 也会紧张的 天哪 妥妥的非常好 这绝对是一个颠覆你之前 舞台形象的形象 太超乎我的想象了 我都觉得不像我自己了 美不美啊 好看不好看啊 你也想起 宋大姐完成自己的T台秀 掌声鼓励一下 谢谢 来吧 再次掌声掌声感谢 宋大姐派出我们的美丽的舞台的成员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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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我们张大姐最后登台 很期待啊 来大照片 出过往的形象 她平常的衣着就非常的有时尚感 是 时尚有独到的见解 刚才我们的专家团的成员说 想把它打造出那个90后的感觉 能吗 这个不知道最后打造出来是不是90后 或者说是不是带着90后的那种元素 是是是是 来吧 我们为我们的张大姐倒数武术请她出赏 5 4 3 2 1 欢迎张大姐 好年轻啊 这就直接是奔着踢台秀来的 这两步走 怎么样 好年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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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90后的感觉吗 你现在自己的心理年龄是几零后 你自己觉得 80后 80后 差10年 已经很好了 跟本身年龄比那差多少 差40年 来 我们来照镜子 长大姐 来 3 2 1 5 9 5 3 2 3 5 5 5 6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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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有点不太认识自己了 同样是这样的感觉 就是换了一个风格 换了一个风格 但是我们看过往的照片 其实之前他有自己对时尚的定义 有的时候也很大胆的 那这次有什么新的突破吗 我觉得马瑞老师这个团队 给我打造了 就是另一个我 就是我从来没有这么打造过 这样比较俏皮的 对 我比较喜欢年轻一点的 对 服装 这很年轻了 这90后也穿 真的 对 没错 差一点00后也穿了 15岁的姑娘穿这个没问题了 那我们希望一会儿你的梯坛呢 也走出这种要的这个年轻的这个步伐 好不好 你也想起我们张大姐梯坛秀 掌声鼓励 我真的哪像50的人啊 真是 这这简直开玩笑呢 一方面得益于我们设计师这个两口用心啊 目标支持90后 另外一方面真的得益于大姐这个心态 从聊天到节目性到现在 她一直是最积极 最乐观 最活泼的一个 来 再次掌声 掌声感谢我们的 大姐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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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张姐 谢谢张姐 这样我们还是同时也是请其他的两位姐姐也上场来我们节目了 对吧 感谢他们 来 谢谢 来 王姐和宋姐 来 再次回大舞台上 看人家的组合 对不对 哎呀 这舞台形象 真好 来 大舞中间来 真的很养眼啊 真的啊 真是要 真是要特别特别的感谢 往往每次全都说我感谢各位专家 感谢节目组 其实真正要说感谢的是我们对人家说感谢 是的 配合我们的节目 然后收获一份属于自己的全新的美丽 我觉得啊 我要分享一点 因为今天是 我不想过多的就是说去说这个年龄 因为女性的年龄还是一个小小的秘密 但是经过三位姐姐的允许之后呢 我还是忍不住说 50岁 58岁 59岁 能有这样的身段 皮肤 气质 精神面貌 各位女性朋友们 加油啊 果背也共勉 男性也是一样的 也是一样的 心态最重要 好了 时间差不多 再次感谢电视机前您的陪伴 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拜拜 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感觉很好 需要出去跑一跑 浑身轻松 兴奋 莫名其妙 满天莲花糖 招手笑一笑 感觉随时可以临门一跤 熊涨水泡水泪水泪水一路的狂飙 我们却已选择统统忘掉 中边在前方 没有人走掉 我们决定一起坚持到老 啊 天降 感觉很好 需要出去跑一跑 温身清风 兴奋 莫名其妙 满天棉花糖 招手笑一笑 感觉随时可以临门一脚 河山汗水泪水一路的狂飙 我们却已选择统统忘掉 终点在前方 没有人走掉 我们决定一起坚持到老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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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跑跑 小雨中在切死地里的燃烧 Oh 一切把脑都忘掉 兄弟跟我一起跑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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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跑跑 让全世界都听到我们的心跳 Oh 赢了自己最重要 我们一起大声尖叫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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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跑跑 小雨中在切死地里的燃烧 Oh 一切烦恼都忘掉 兄弟跟我一起跑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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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跑跑 让全世界都听到我们的心跳 Oh 赢了自己最重要 我们一起大声尖叫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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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Home,Home,Home MAN How toる